好 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開始 喔 這 今天人太多了 不好意思 椅子不夠 那這一段是有請到Kathleen來介紹我們 哇 這個題目很龐大 我也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神奇的機制 好 請他分享給我們 謝謝 謝謝 主持人 OK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服務是一個24.7的API 那這個API是一個巨量queryDB的服務 那我們在Progress SQL中 在這個服務裡做更新還有清除的一些機制的優化 那主要是因為 喔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是在玉山銀行 然後擔任DA角色 那目前入行三年 那我是DA 然後我是以一個DA的角度 然後去碰DB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等一下我DB裡面 Progress SQL裡面有些講不好的地方 那再請各位多多指教 那這邊是我五年前的照片 那錄行後開始有植栽 開始變胖了 對 然後又下的是我養的貓 對 牠叫阿角角 對 牠每天晚上都會貼我頭髮 很壞的貓 好 那簡單自我介紹 那我們開始 那這是我的Agenda 那我們繼續齁 那我們先看齁 那我這個服務呢 呃 一開始有一個DB 那我們現在這個服務叫做 是一個推薦系統 那這個推薦系統呢 牠是一個 呃 24小時 24x7都在Corey的東西 然後牠會拿取DB裡面 最新的推薦資料 那牠一天 呃 流量大概是100萬次 那也就是說換算一下 大概1秒就是11.5次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在這DB裡面 我們有一些操作 有一些ETL 那ETL 呃 在這邊我們會把 DT天的資料塞進去 那一天的資料大概是5000萬筆 那接下來再把 T-ETN的資料拿掉 對 那這時候是用 delete方式拿掉 那我先說 這是我們原來的一個workflow 對 好 那怕講得不清楚 還有一張圖來顯示一下 那也就是說 在DT天的時候 把DT天的資料塞進去 然後用delete方式 把T-ETN的資料拿掉 接下來 隔一天之後 我們再把隔一天的資料塞進去 隔一天的資料拿掉 好 那可是如果這樣放進去的話 可能大家就會知道 這一定是有一些問題的 果然 有一些問題出現 在我們發查API的時候呢 API開始 呃 時不時啊 就會有一些complete的問題 然後那這樣有問題 我們就要面對問題 那我們看到 在Kibana上面呢 其實可以看到我們 其實這邊可以觀察到 其實在我們做delete的時候 其實API 這時候都會發生 都會有零線的 而且呢 都會發生一些 API 連線 db config的問題 那所以說問題呢 會出在這個delete的身上 那除了用delete 現在呢 delete還有一個壞處 我們可以來看到 這邊呢 是我們用delete的時候 那我們剛剛 如果說早上 或是剛剛有聽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在progress secret裡面呢 其實做delete 它不會當下 真的把資料刪掉 而是呢 它會在delete的時候 去mark mark而死一個 delete的一個mark 那 所以說 如果說我們用delete的話 用沒有用vercune的話 那我們資料就會一直放著 一直放著 那這樣一直放著呢 我們db的承載負荷 就會越來越大 而且呢 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要寫在上面 而是我們在執行vercune的時候 不管是vercune 或是autovercune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的這張table 是有在curry 或是有什麼移動的話 其實vercune 它不一定會成功 好 那如果這樣看起來 用delete是不行的 而且呢 在這套系統中 我們在insert資料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 在cobininsert的時候 是兩個小時了 但是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vercune 所以我們db的承載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做一次etl 做一次cobin2的時候呢 我們最後要花到六個小時 才可以完成 那 這個東西完全不符合效益 那會拖了非常的久 好 那我們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improve它 怎麼去優化它 那 最一開始的想法是這樣的 這是 在公司啊 一開始 跟幾個主管同仁想像的東西 就是 就是 API今天是發查 DTTN的資料 etl 我們先篩 t加etn的資料 接下來 我們有一個 manager table 也就是管理table 這張table 會放最新的日期 那 有最新的日期 API來拿最新的日期 接下來 拿到最新的日期 API再發查 下一張 t加etn的表 好 可是呢 用這個方法呢 其實 如果說在公司做過 就知道 我們要 根本東西 其實非常麻煩 在這裡 etl要做根本 而且我們的API 也要做根本 好 那看起來不行 那我們還要想想 那有沒有其他delete方法 解決也不是不行 就是要過兩次版 我比較懶 不想這樣 好 好 那我們想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在progress DB裡面 如果說我們要把資料 拿掉的話 我們有幾種方法可以用 第一種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可以用delete 那delete 它就可以用 可以刪掉一行 也可以刪掉很多東西 來做delete 可是呢 它需要做focume的動作 focume就像 就是把剛剛 mark掉delete的東西 給它拿掉 把progress做輕控動作 好 那第二個 可以用troncate 那剛剛上一場演講 有說troncate是非常危險 為什麼 因為一troncate它 我們table裡面東西 就壓縮 就不見了 這張table就是cone table 只保有schema 但是呢 它不用做focume 那還有一個是job動作 那job就是把整張table拿掉 不管是裡面index啊 或是裡面trigger 那統統都會拿掉 而且要做focume 好 那我來想一下 這三個remove的動作呢 哪一個速度是最快的 好 覺得delete 可以幫我舉手一下嗎 好 沒有 好 覺得troncate有嗎 troncate 一點點 好 那 絕對是drop呢 好 也有也有 好 那看起來troncate跟drop troncate 是非常快的 那troncate又再更快一點 因為它是把資料 直接把它清空留下schema而已 好 那看起來 好像我們有一點點機會 可以不要focume 然後又可以把資料做清理 好 那我們再來想一下 盛思疾恐 我們來想一下 好 在delete的時候呢 delete的時候 那api會發生什麼 會發生complete的問題 而且delete的時候 我們要focume 然後 而且 在我們cobbing tool的時候 會非常慢 那我們用drop的時候呢 那api就沒有東西查啦 我們東西就拿掉 所以它沒有table 而且 我們的table還需要focume 那如果說 我們用troncate的話呢 那api它會 一樣 它 api會發查到 不到東西嘛 因為我們troncate掉 所以現在table裡面是沒東西的 但是呢 troncate它 不用做focume 不用做focume 好 那我們結合了這個想法 我們在網路上找一些做法 有沒有看到 其實就有一種做法 其實剛剛講者 也有提到這個詞 叫做partition table 那我們用partition table 可以怎麼做呢 它下面就有說 它在下面呢 其實有說 其實這可以 entirefocume overhead caused by a bug delete 也就是說 它可能可以解決這種 大量刪除的方法 好 好 那既然partition table 我們要研究一下 然後我們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大概介紹一下 partition table 在這邊 巨量資料更新的時候 我們的fulfocume 會怎麼做 首先 我們大概細想一下 比較粗略的想一下 我們要有一張母表 被partition過的母表 那接下來 你的指標進來了 那指標進來 你把t10資料 塞到母表裡面 然後接下來 t加et10資料 也可以把它attach上去 這裡用到一個指令 叫attach attach就是把資料 放到partition table裡面 用一個指令 好 那接下來 t10就可以detach下來 那detach下來 接下來 你再去做tuncate 叫做drop 這張表就不見了 好 所以整體的fulfocume 層次碼在這裡 我們一開始 先create一個partition parent table 那這個parent table 它其實 可以看到這邊 我們是有下partition 所以這是一個 被partition過的母表 那接下來 我們每天排成呢 就是這樣的 我們先create一個child table 那這個create 應該看得清楚 上面 這是用繼承的方式 我們就是繼承母表 有什麼contrain 有什麼index 就把它create下來 那接下來要做check動作 那check為什麼要做 那check為什麼要做 等一下會跟大家解釋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 cobbing to到 cobbing to 我們的child table 把資料塞到 第三點 把資料塞到 我的child table裡面 好 那接下來 有了dt10資料 有了嘛 這個指表有了 有了指表 我們就可以把它塞到 我們的母表裡面 用attach的方式 把它塞進去 那下面 我有副指令 好 那接下來 隔一天之後 t加一 t加一天 我們又可以把 t加一天的資料 放進去 接下來 最後 我們要把dt10資料 拿出來 所以我們接下來 只要下三個指令就好 把它detach掉 也就是把它斷開鎖鏈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再tuncate 再drop 這張表就可以完全消失 好 所以整體來說 就是 就是 我們地零部合 就是先創建零表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是 create 指表 然後 接下 check指表 塞指表 接下來 把指表 attach到母表上面去 然後 提加一天也是一樣的 最後 做三個步驟 detach tuncate drop 那dt10資料 就能不見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成效 這是原來 我們做 原來用delete方式 我們要花六個小時 可是呢 我們用 我們用 partition table的方式 我們copping tool 就只要六分鐘而已 這減少db很多的效能 那大約減少了98.33% 好 那我們來看其他的 我們剛剛看 fercube我們其實 在delete的時候 有很多要被刪掉 而沒有被刪掉的資料 那可以看到 那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 要被刪掉 而沒有被刪掉的資料 其實原來呢 就是比 其實看到一張table 五千萬筆 這邊有三億多筆 多了六倍 那對於db的承載量非常大 好 可是呢 我們用了 partition table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不需要在fercube 因為我們剛剛是用 闖k調的吧 所以我們就可以 減少db很多的承載量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那這時候 API跟db的表現怎樣 發現 好像 沒有這麼好 壞在哪裡 其實呢 我們在attach的時候 其實有發現 在attach的時候 這裡發生了 彈要的問題 也就是 API在打db的時候 在 我們表在attach的時候 其實是中斷的 db是不能動的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已經用partition table 我們已經 把資料塞進去了 而且很快塞進去了 但為什麼 db還是會發生問題 其實這是我第一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 其實我在create 這個模表的時候 沒有做nannual 然後呢 我在這邊的時候 第一個版本 沒有做check 然後接下來 我這版本裡面 我在create指標的時候 沒有includingindex 所以 如果說你在做partition table 然後 細節是什麼 細節是 如果你沒做這三件事的話 那還是會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會發生 在attach的時候 會有短暫鎖表的問題 好 在這裡可以看到 其實這是一步一步去查 因為我遇到問題 我們就解決問題 所以一步一步就是上查 那一樣 就是stake exchange 幫我非常多 那我們一樣 有人遇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在 做check的時候 然後在improve performance offertage partition的時候 其實呢 他說 他 他的問題是說 他一樣遇到鎖表的問題 那請問 大家怎麼解決 他上面就給建議說 你在 模表的時候 你要多一個nannual的機制 然後呢 這是在progress secret裡面的文件 那這文件裡面說 他推薦 推薦 我們如果用parchive table的方式的話 最好呢 多加一個check動作 那 避免呢 可以避免說 我們的母表 被鎖起來 那最後呢 其實這 解這個問題是 那時候在解的時候 有問一下顧問 所以 才知道原來有這件事的 就是說 因為 我在create母表的時候 其實會發現啊 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在這裡 我的母表有設promerate key 那這個promerate key呢 它其實呢 它是屬於index 所以呢 一開始以為 我以為它是contraint 結果它是index 那 它是index 我那時候在create child table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 所以 就沒有放進去 那導致於說 我們在attach的時候 其實在做attach的時候 它會去做一個check的動作 也就是它會去scan說 我們表 裡面有沒有一些異常的資料 對 所以在這邊 我忘了做這個動作 導致於呢 它在attach的時候 它會去把母表鎖起來 然後再去幫我做一次scan 好 那我們把這三個東西加回去之後呢 我們發現 哇 不錯 我們在attach的table的時候 我們API就沒有發生太好 而且很快就看到成效了 就是因為它不用是scan 然後母表沒有被鎖起來 所以呢 conclusion 今天有三件事情 那 今天有五件事吧 在 我們 Data 在delete的時候 其實呢 要知道 delete的時候 它不會馬上被刪掉 而是做個標記而已 第二件事情 在focume的時候呢 tocume它不會當下就成功 它不一定會成功 所以呢 如果說你 你的Db一直在做一些query的動作的時候 可能focume還是會卡住 那會導致於你的db成果的量非常非常大 那接下來 tuncane這個動作 它是不用focume 它最快的方法去去除資料的 然後在做,我們也知道在做partition table的時候 我們的attach跟detach流程應該要怎麼放 最後呢在partition table的時候要記得 如果說你在做這個workflow的話 你要記得三件事情 一鍵要記得要放noneal 第二件事情要記得做check 第三件事情如果有primate key的話 要做index,index,includingindex 最後要保持一個態度 就是面對問題,我們就要去解決問題 持續的解決問題,不要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自己學到蠻多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 最後就是我最近在看日劇,我覺得很好看 但是要保持熱情 這兩個是脫口秀員員 可是他們以前一路上他們從高中 然後其實他們高中到30歲才紅 然後一路上其實遇到很多家庭問題 感情問題或是人生問題 那他們都是一樣繼續寫稿 繼續鍛鍊自己的稿子 然後繼續保有那一份想要成功的熱情 然後最後成功了 對,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thank you for listening,謝謝大家 你好,剛剛我看到你是使用就是 時間t還有t加1這兩張表嘛對不對 那你是在何時去建立t加1這張表的 好,是用一個排程去trigger trigger,用排程去剪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版本的時候 你在做vercue 是在何時去做vercue的 那在何時去做fullvercue 其實在第一個排程的時候 對,好,沒關係 所以在第一個排程的時候 我們做的就是交由dba去做的 對,因為我自己本身是da 所以我是調整我自己的etl程式 然後呢在 所以autovercue的時候 是dba會幫我們下 那一天會有兩次 對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 那至於fullvercue 我這裡不太清楚 對 謝謝 大家好,我補充一下 我就是那位dba啊 趴得出現 對 那個 做vercue那一件事情啊 其實有兩個步驟 系統會自己做 等一下我休息的時候 可能大概提一下 先說 他每天都會有一定的時間 去在系統裡面 去自動去清理你的 剛剛說的那一些debtuple 那他因為系統裡面的效能啊 他是有限的 所以他會先抓最嚴重的 就是系統認為最嚴重的 資料表去做vacant Autovacant 那第二個vacant的方式 就是user 就是owner creatable的owner 就是這一位da 他就可以自己去下 就是vacant這個動作 目前我們在系統裡面 就這兩個 這樣,以上 所以沒有說 沒有 好,謝謝 我很好奇這些操作 都在單一節點上的db在執行的嘛 就是說這些資料 全部都在同一個機器上 所以才會導致有太陽 按照我的行李 那如果說 我想到一個方式就是說 在kplx上 有一個叫做blograin的部署 就是說你當 你的新的服務設定好之後 你再把你的流量 導到另外一個機器上 那你只要準備多個節點 這樣它就可以達到 zero downtime的效果這樣 是 像這樣子 對 下面幾層會修改很多東西 喔喔喔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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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我有問一個問題 你這個t加1 那些資料 一定要同一瞬間出現 然後t 一定要同一瞬間全部消失嗎 這個問題很好 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流量剛剛看到 一天就一百萬筆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塞軍的資料有五千萬筆 其實我們在之間 有做那個 有放一個ready 做catch的動作 所以實際上 打到db的流量 沒有像想像中這麼高 只是剛剛 就是把全部流量都先算進去了 對 實際上沒這麼高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改善方向 所以 也就是說 在塞的時候 其實不用五千萬筆 其實我們塞一個 有catch過的人數就可以了 那可以降低dba 很多的負載 對 好,謝謝 因為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有些服務 他不一定 就是我剛剛問的問題 他那些資料更新 不一定要一瞬間 就是不一定要同一個卷誰卷 所以 你不管delete 還是insert copy這些行為 他如果可以攤在一整天去做的話 也許 也許你的流程上 像他第一個方案 說不定根本就不用改 對吧 就可以做到 但是 但是 的確如果他的方案是要 那一瞬間要全部切換 那就需要其他的付出 這樣 就是剛剛那三個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說 不是 那個比較差 而是你的情境問題 好,還有其他有問題嗎 好,還有其他有問題嗎 我想要問一下那個 shard跟那個partition的差異 你說partition的差異 shard嗎 我不知道這兩個是不是可以直接結合 但是好像是可以的 對 對對對 那個 請切GPT回答好了 你要回答是不是 這有問題 我先回答你啊 post規裡面沒有下的這個詞啊 所以 所以 你 你是拿其他軟體的東西拿來問這個 對 post規裡面的就叫partition 分散式table partition分散式table 下的 沒有這個名字 對 你好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PostgreSQL 那我想請問說 因為別的資料庫好像在做完 大量的資料刪除或更新之後 會需要去做 統計資料的更新 讓它的查詢的效能 會再更新起來會比較快 那想請問在PostgreSQL 它會有需要這個動作嗎 就有更新嗎 就是 呃 像TP2就叫rown state 就是統計這個表的資料分佈什麼的 然後就可以讓後面的查詢 你必必必必 就算 我是BA啊 剛好 呃 等一下我會share這一part 然後有興趣等一下可以留下來 聽我下一場的演講 呃 好 就是在我的工作上啊 我也是就是每天都是數以千萬計的 DB的大表更新 那在API的請求 其實我們也是 可能 每分鐘啊 或者是每個小時 因為我們是做廣告伺服器 所以也都是 20到50萬的這樣的請求量 那我們在針對類似這樣的問題 我們解決方法是 我們是定時publish資料到redis上面 然後我們的廣告伺服器就是 呃 存取redis上的資料 所以其實我們不太在乎說 我們的資料會馬上更新 但我們會相信說 在一天的某一個瞬間 那個redis上的資料 是跟資料庫是最終一致的 對 我覺得用這樣的方式 也是可以減少很多 在database上面刪除啊 還是什麼的issue 這樣 就給你那個參考 謝謝謝謝 我們通常就是 已經就是 已經可以預先知道說 我們的整個流量的情況 所以redis會是 呃 總資料量的 就是20% 我沒有爆料過耶 我們有預警系統這樣子 請問一下 我其實是database的使用者 就是不是真正建立DB的人 我更一樣 啊 哈哈哈哈 謝謝 對 那我也是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公司 只有50TB的算力 然後 呃 但是我們的request就是很多 所以 我們公司用的DB 只是MySQL 那我要怎麼樣說服工程師們 去用PostgreSQL比較好 有出問題就是每天都會出問題 因為實在是算得太慢了 可能是比較偏溝通上的問題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服工程師們去改一個DB 對 我覺得啦 我真的幫他回答 這個 這個有點大哉問了啦 就是 就是 你還是要找到公司裡面的盟友 一定要先做一個範例出來 如果你真的相信 但是 就是 我只能說 他會 300系統法法不好 如果 遠方不用翻過來 可能也不會法比較好 對 所以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就是 就是 你也會被打擊到 如果說 好啊 那就跟 照你講的換啊 結果沒有比較好 然後呢 你有辦法調教嗎 其實 一家公司要換資料庫 是 伴隨著文化的改變 而不是資料庫的改變 好啊 這一段就到這邊 先謝謝大家 好